今年夏天,德怀特霍华德奇怪而曲折的职业生涯,引来了另一个拐点,黄蜂把霍华德交易至来往以释放先进空间,后者立刻将起码断,霍华德还得以签约提财,加入提财将是霍华德近四个赛季以来,没得四支不同的球队效力。 这或许会让他进行一些自我反省,可明显,霍华德在深刻反思后,得出了这个结论,他是要转型成为另一个安东尼大维斯或者凯文杜兰特,对于一名三十二岁的中风来说,这种想法的确是非常古怪,这也突出了在评估霍华德能为球队带来什么时的天然特性,如果你无法理解霍华德想要做什么,那你就不可能找到使用他的办法。 对于这名前全明星球员而言,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就表现在尽管他低位单打的效率并不高,却一个坚持大量的低位单打。 巧合的是,霍华德的恩师大范嘎低,也曾在几天前的体育电台节目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其实不仅是针对霍华德,实际上对所有打各自球员来说,适应联盟的节奏变化,都是很艰难的一件事。 如今人们希望中风上跑动,防守能力强,能防挡拆,能护荒,还得能抢篮板,进攻端又会打挡拆,还有是个空间威胁点。 好吧,这说的就是霍华德,在这些机能上可能没有谁能比他做得更好,但问题就是这些球员至不仅如此,他们想回到过去那个,属于大哥子的慢节奏时代。 你把球交给处于低位的他,嗯嘛,然后他们自己掌控比赛,我能理解这种心情,你是一名很棒的球员,你想尽可能的展现自己,但时代已经改变了, 中风想要适应,如今的比赛节奏的确很难,但我不认为他们会被时代淘汰,因为这些家伙仍旧能做到十分高效,他们就是很难适应和接受人们对他们的角色预期。 大发甘迪这番话质地有声,如今人们倾向于中风进化,成一个全能的位置,能控球,能投三分,能放后卫。 但实际上就如大发甘迪所讲,更多的中风世界见霍华德这一类型的球员,能护框,做掩护,顺下空框,能放挡插和墙板,想想哥伯特和巧佩拉这类球员,他们对球队的价值有多大,同时他们对球权的需求又有多小。 对其他来说的好消息是,哪怕霍华德已年至三十二,他的武器库中依然手段丰富,那坏消息呢? 他不愿意接受现代中风的角色,我们能从他的比赛路线中得出这个结论,首先看霍华德打打拆的方式,考虑到他的力量、体格、运动能力和终结能力,这本来应该是他乱以生存的看家本领。 防守人,依然会害怕霍华德的下顺攻框,这时若测防守,这就需要帮掉射手来协防。 想象一下霍华德和沃尔打拆的画面有多么刺激,霍华德接球冲击篮框,两侧的波特和比尔已经白逃正式等球,在无球测系防霍华德的下顺时及时分球,便能摧毁对方的防守阵线,问题在于霍华德对于做掩护,总是有些不耐烦。 而且通常也不会强力的坚决顺下攻框,但霍华德做了正确的事实,结果总是很不错的。 在第一个回合中,他打紧了一道坚实的掩护,之后突破若测协防严阻坚决攻框,他没有暂停外拆或是等队友的口袋传球。 迪奖的维斯利爱望度没有及时协防,霍华德轻松空接爆扣,下一段视频中,霍华德没有在打拆下顺的过程中接到球,但是因为掩护质量不错,所以就打破了对手的防守阵型,创造出了对位优势。 弱策的防守者被迫上来协防,这让马文威廉姆斯顺畅地接到传球,然后马文立刻将球转移至巴图姆,霍华德没有停止进攻任务,他没有移动自己的位置。 而是卡住费利西奥在篮下两英尺的地方要了个位,把图姆把球掉给内线的霍华德,马尔塔宁和努瓦巴之前迫于霍华德的下顺威胁上前协防,这让后者在很深的位置又到了球,公牛没办法便只能犯规了。 然而更多的情况是霍华德缺乏挡插下顺的意愿,同时对细节的把控也不够到位,先看对着公牛的这个回合,他一开始做了个质量很不错的掩护,霍华德的下顺过程比较顺利,但没有接到球。 不过尽管如此,依旧能迫使马尔塔宁做出选择,究竟是协防霍华德,还是继续对位马文威廉姆斯,霍华德本有机会在离篮筐两英尺的地方接到球,像上一个片段中一样。 同时面前的防守者只有贾斯汀、霍勒迪,然而霍华德没有爱计划形式,而是飘到了地位,正让霍勒迪和费利西奥有时间进行防守回位。 霍华德没有选择轻松要为终结的机会,而是转到地位面对费利西奥,结果是1G6底线突破反手上篮打铁。 更多情况下,例如以下这个回合,霍华德压根就不顺下,而是在外线排桓出手一些中远距离跳投,对手显然对此激动不疑,队友却因此十分焦急沮丧,这种篮散的状态加问题放大, 因为霍华德并没有提高自己挡拆后在中距离位置处理球的能力,今后在中大多数球队在方挡拆时都会更具侵略性, 这要求大各自球员们必须具备在他们不那么习惯的位置处理球的能力与如中距离。 就算霍华德下顺攻匡奏响,能够吸引防守,那么在4号另外一种情形,如果防守者迫使霍华德在下顺途中接球呢? 在下短视频中,霍华德下顺攻匡途中遭遇了奇才颇具侵略性的防守,他在罚球线内接到了球, 正是霍华德没有迅速将球传给空位的队友,而是选择在重重防守下强行突破, 然后到篮下顶着人甩出一记不着边际的投篮,虽然他最终抢到进攻篮板,完成二次进攻, 这个回合依旧是错路百出的,霍华德没能读懂防守,也没有利用自身优势, 吸引4名防守者从而找到数名空位队友之一, 霍华德没能成为一个稳定的下顺威胁点,并非是身体素质原烟, 打个比方,上赛季他,作为掩护人下顺平均每回合能得到1.04分, 仅比联盟43%的球员强,但是在之前一个赛季, 这个数据能每回合1.18分,超过83%的球员, 即使上赛季他下顺的效率下滑到这个程度,依旧比他在低位的进攻要高效得多, 上赛季霍华德的低位单打平均每回合仅能得到0.83分,超过39%的球员, 然而他3,6.3%的进攻回合都来自低位单打,只有12.5%来自眼库顺下, 以上的数据表明了霍华德的自我定位,以及他愿意为球队的牺牲程度, 当然这并不是说霍华德永远都别打低位了,他的低位进攻,可能会成为其才二阵容中惩罚对手的武器, 再并不能任由霍华德在低位处球招手感,必须将他的低位进攻机会最大化的利用起来, 看路相边可知,一旦霍华德在攻防转换中好起来,是很少有人能拦得住他的, 他有能力早早在内线身位拿到球,但是他时常飘到低位, 然后转而面框溜底线突破,最终以尴尬的动作完成出手, 霍华德必须意识到这个问题,既他自己已经不是一名能创造进攻机会的球员了, 霍华德防守端的基础还是极具价值的,但是防守方式依然需要转变, 他一直作为顶级步空手享乐联盟,上三季也能做到每36分钟1.9次封改, 仅略低于生涯场均的2.1次,快速扫一遍他生涯正负值数据页面就能发现, 即十个赛季以来,霍华德在,尝试球队防守能变得更好, 他也一直都是联盟内线之对手, 篮下出手数量最强的球员之一,能迫使对手进行中距离投射, 但他还没有针对现代NBA的进攻模式完善自己的防守技术, 表出,灰色的正负数字代表霍华德在场时, 球队防守效率几百回合十分的变化, 蓝色数字代表正负值能超过连忙百分之多少的球员,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霍华德移动能力的缺陷限制了奇才, 使用他去防挡拆的方式,如果让霍华德在防挡拆时极具侵略性, 或是提到霍哥德位置防掩护,可能会使持球人在间隙穿过防线, 或是没办法跟上选择要掩护另一侧的对手, 当被迫坏防后卫时,霍华德便会觉得很不舒服, 防守远离篮筐的空间形大个子,时也会面临同样的困境, 当然这不是说霍华德是一名糟糕的防守者, 很多球队都倾向于让中锋待在地位深处,迫使对手进行中距离翘头, 但随着比赛风格的变化,霍华德必须找到一种方式, 来扩大防守端的影响力,否则就容易被对手针对, 一种方法就是让大个子面对霍华德打打担拆时选择外拆, 尤其是配合那类能持球投篮或者攻击篮筐的优秀后卫时, 举个例子,看一下面对步行者的几个回合, 第一个回合,霍华德从禁区出来,到高位掩主奥拉迪波, 这样面对曼尔斯特纳的外差,他可以尽快回位, 当奥拉迪波快速突入篮下,果花的防线被摧毁, 所以在这截后半段奥拉迪波再次面对霍华德打打拆时, 他选择待在了禁区防突破, 这让奥拉迪波在过了掩护后获得了无对抗跳投的助手机会, 通常情况下来讲让对手投中距离已经是成功, 但不应该放得这么轻松,而在这场比赛早些时段, 不行者还有一次利用挡拆外接针对霍华德的防守, 最终获得了一次中距离打空类的机会, 看霍华德在面对科里森利用萨伯尼斯挡拆起进攻, 释放出了多大的空间,科里森把球回给湖顶的萨伯尼斯, 而霍华德几乎没怎么干扰对手的投篮, 如果对手在执行挡拆战术时增加了一些复杂的变动, 霍华德的防守也会遇到麻烦, 有些球队喜欢在挡拆之前跑一个地位掩护, 将大个子先持一次掩护, 从而制造下一步的空间, 尼克斯上赛纪面对黄蜂就用了这招, 霍华德遭遇了第一道掩护, 这让他无法跟上伯克的突破, 蓝王也用西班牙挡拆起被掩护让霍华德吃过扁, 在做完基础的掩护后, 另一名进攻球员给正在做挡拆, 掩护的大个子做了一个被掩护, 普遍观点认为,任何时候你能把霍华德拉的外线防守, 这对你的进攻都是有益处的, 这其中包括迫使他对位空间形大个子, 只要对位人盯在底角, 霍华德就很难从若策去往篮下护框, 霍华德面对这种情形就是没有合适的本能反应, 他会去绑枪顺球员, 但当对手大脚传球给科林斯后, 霍华德没法及, 十回位防守, 这便给了科林斯一个轻松的三分机会, 对霍华德来说, 现阶段的主要目标并非学什么新的技术, 或是一下子变成一名完全不同的球员, 如今霍华德对球队赢球做出贡献的最大方式, 就是十几多年以前对比赛细节的掌控能力, 因为你很难相信一名32岁的球员, 可以突然改变自己比赛中的习惯和动力来源, 但是霍华德必须意识到自己在进攻端打鼓球的威力更大, 同时在防守端需要变得更加机敏和全面, 而不是总是想着带进区内多处球和增加三分射程, 般易不易, 觉得还行就点个吧。